再来他可能会做什么 这几个 外交制裁 经济制裁 有人说ECFA明年早时候会 然后威胁动物 一个威胁动物一个真动物 威胁动物的话 就逼着大陆美国来谈判 谈判最后的结果 就是把台湾变香港了 就是大国来决定台湾的前途 就跟1984年 这个大国决定香港前途一模一样 就是大陆威胁 美国来交易 两个交易 最后真的就是蔡英文讲的香港话 香港话 那么假如真的动物的话 怎么动物我今天不谈 这个太敏感了 这个以后再说 那么就两种可能 一个就是美国来救 一个就是美国不来救 那美国来救的话就打起来了 打起来美国赢的话就台湾独立 美国败的话就两岸同意 那么美国不来打的话 的话呢就两岸同意 或者是再交易 那假如这个美国不来救 再交易的话 那这个交易就比这个交易 台湾就更糟了 威胁动物 这个直接会很快的就谈 跟这个美国最后没有办法来救 最后这两个又不一样 所以这几个可能 就是大陆可能的作为 大陆可能的作为 接下来看 美国可能的作为 美国的作为会不会来救 那我的判断是答案一二三 第一 美国意愿不高 这是老百姓的意愿 政府的意愿是另外一回事 但整体来说是 是有千年关系的 那么这个是美国芝加哥的 令言的调查 这个是问美国的民众 保卫台湾啦 钓鱼台啦 保卫南韩 保卫日本 保卫乌克兰 保卫波罗的海 保卫什么什么 这些 这些可能会发生战争的地方 台湾是 一直都是排名最后的 一直都是排名最后的 美国人愿意为钓鱼台打战 美国人为那个打战 但是不愿意为这个台湾打仗 这个第一 主要是也是因为台湾的 就是说 对手不一样啦 跟大陆打仗 还跟台湾和钓鱼台两个是最低的 最低的 台湾比钓鱼台还要低 比钓鱼台还要低 那其他的 这个保卫乌克兰 保卫南韩 保卫日本是最高的 这个是 意愿的部分 成本 或者代价非常高 这是很有名的一个 这个表已经很多研究经常在引用 我说美国的研究 经常在引用 这是2015年 兰德公司 美国最好的一个公司 那么在国防问题 它是模拟美中在台海交手 那么96年 07年 每七年一次 那96年的话呢 它分九个项目 有的是打美国的基地 就是冲绳的那个空军基地 那这个是 这边是针对美国的航母 第四个是打大陆的空军基地 像宁波那边的 这个福建的 宁波的 这个江苏的都有了 那这个是针对美国的航母 这个是针对渡海船团 这个是太空作战 这个是Cyber 那么这个九个来比 看电脑模拟 看美国会赢还是输 那么96年 美国大部分都是赢 到2017年的时候呢 美国在两个部分会输 一个就是航空母舰 美国会输 一个就是美国的空军基地 冲绳的空军基地 战争开始两个礼拜之内 都不能够产生任何作战 因为被摧毁了 不能动了 那么航空母舰根本过不来了 会被击沉或者怎么样 就过不来了 这两个是对台湾最关键的 其他都是比较吃药的 所以那美国会不会 冒这种风险来 来这个打台湾 来保卫台湾 大家只要看川普上台之后 他所有的外交作为 基本上我把它讲说 就是只吵架不打架 吵得很凶 骂得很凶 打架一次都没有 一次都没有 最近伊朗 最近伊朗 这个在夜门那边 这个夜门的用十架无人机 每一架成本只有一万五千美金 就把沙地阿拉伯的油田 几亿美金的油田 把它干掉 不是油田 它那个设备把它干掉 干掉了之后 大家都以为美国人会报复 提这个报复 结果摸摸鼻子就算了 也没有 对伊朗还不敢动手 前阵子在两年前 对叙利亚也是一样 射几颗飞弹就了事了 所以美国现在 尤其川普生意人 他不打仗 骂人骂得很凶 但是打架的话 他是绝对不干的 那跟这么一个大陆一个大个子打架 各位想想就知道 你看这个东西你就知道可能性是多小 再来鞭长莫及 这个是对不起 这个是19年8月份 就是两个月前吧 澳洲的这个雪梨大学的美国研究中心出的 我这张给大家看 主要是看他的那个时间 这其实我们在政府工作过的 大概都知道这个时间大概多少 大概多少 但是他公开的文字 公开的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有一个这么权威性的字库把它列出来 所以大家看这个字库就知道 台湾在这里 那看这个是南海 所以南海的话 基本上大陆的飞弹 这大陆三个岛礁 这个是第四个 四个加在一起 整个南海的话 它飞弹可以整个笼罩住了 但这个不重要 这也是台湾的部分 那么关岛夏威夷 美国的航空母舰是在这个地方一艘 在这个日本一艘 然后剩下全部都在圣地牙戈 圣地牙戈 所以你想想看 这个关岛没有航空母舰 夏威夷没有航空母舰 那么十艘航空母舰 有一艘是永远在大修 盒子反应炉都拆下来修的 那只有九艘可以用 九艘里面三艘训练 三艘维修 三艘作战 所以最多是三加三 一艘是老兵为主 一艘是新兵为主 最多 通常作战有效的是三艘 那么勉强撑到六艘 所以六艘的话 那么能够放在这个 从圣地牙戈那边过来 到台湾这边 非常非常远 少说也要十天两个礼拜 那么中间你还要加上 政治决策的时间 你还要加上准备的时间 我的文章里面有一次提到 我碰到一个美国航空母舰舰长 退休的 他就跟我 我就问他说 你们航空母舰接到总统命令 说你要多久 能够准备好 这个生活出发 他说我要三天 我说怎么可能会要三天呢 他说 他说 我们航空母舰 航空母舰本身就八千个人 还有普通还有其他的舰 几万个人 几万个人 要把他们这个在岸上 在休假 在咖啡店里面叫回来 女朋友叫回来 爬山啊 钓鱼啊 什么全部都叫回来 然后你还要准备这个 这个粮草 准备油料 准备蛋药 准备汉堡 准备什么东西 最少三天 所以你把准备的时间 政治决策的时间 吵架的时间 航行的时间算在一起 台湾已经 已经挂了 已经挂了 这个是 这是现实 这是这个 非常清楚的现实 这个呢 是最新的 这是最新的 这次的 这次的那个什么 这次的那个 阅兵的展出 我还没有仔细去研究 这个是比较 比较旧的 但是也够新的 这是去年出的一本书 就是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概念 就是大陆的 对不起 我弄到这里来好了 这个飞弹 这个飞弹可以 从这里打到台湾在这里 现在可以关岛在这里 大陆现在可以很有信心的 打到这个地方 而且要打哪里 就打这个楼 就打这个张文化大楼 绝对不会打到外交部 打得这么准 而且它的飞弹是 可以变方向的 变方向的 而且速度是五倍的音速 换句话说 非常非常快 五倍音速的话 大概十分钟 一千公里吧 你想想看 比那个 比那个战斗机都快多了 快多了 那么 然后又会变方向 你根本 根本 根本拦截不住它 所以可以 可以打到关岛 所以美国的 美国的航空母舰 根本不敢进 不敢进入这个地方 它停在外面的话 美国的飞机要来救 那就要中间要加油 一次到两次 那打仗打完了 你停哪里呢 没地方可以停 台湾机场都回的话 日本那边也停不了了 所以停哪里呢 所以这都是 就是 你就想想看 美国航空母舰 这边为什么要来 这就是边长莫及飞弹的那个 那这个就是 这个大陆的军舰的飞弹 跟飞机的飞弹 美国的飞机的飞弹 跟大陆飞机的飞弹 射程大概是一样的 所以这两个是一样的 但是美国的军舰的飞弹的射程 就比中共的军舰飞弹的射程 短得多了 所以上面的是 中共的军舰的飞弹 下面是美国军舰的飞弹 换句话说两个军舰跟军舰遭遇的话 那就是 那就是 你弓箭射不到人家的时候 人家已经把你射翻了 这个古兽这种战役 最怕这种状况 那现在就是已经发生了 差这么远 这个两个作者是 这个作者是 美国海军战院的教授 所以 没有意愿 代价太高 然后距离又太远 最后就变成这样的一个结果 这个是美国官方的报告 官方的报告 六月初出来的报告 这个我没有把叶马奖出来 大家去找就知道了 这个 如果我们的对手就是 就是他没有点名 就是大陆中国决定动用武力 他们会在战争初始阶段 初始阶段多长他也没有讲 他也没有讲 这个保留点模糊 会占有局部优势 局部优势就是在东亚地区占有局部优势 在全世界来说的话 美国还是No.1 但是呢 东亚地区 很抱歉 大陆现在已经追上来了 而且会有局部优势 他们会很快造成继承事实 达成有限目的 让美国盟友难以回忆 既承事实就是改变台湾的现状 就是今天的台湾 已经不是今天的台湾了 已经变成台湾minus 台湾minus 这个 那么是什么样的minus 他没有讲 但是既承事实 这个Fed conflict是一个法文 这个经常出现 现在常常出现 这个是第一次在美国官方报告出现 其实以前都是在智库里面出现 那国防部副部长 这位先生讲得更白了 这位先生 这位先生是在欧巴马任内当副部长 在川普任内当副部长 当了三年 他是一个思想家 他是美国现在大陆对中共的策略 是他开始做第一个建议的 虽然他的建议现在还在执行 还没有实现 但是他是一个在美国是非常受尊敬的一位先生 他退休了 现在还在国防部的一个智库里面 那么这也是今年六月吧 的一个报告 也讲得够白了 他说我们跟大陆打仗 我们会输的 国防部的副部长 他说我们会输的 你们不相信的话 你们只要看看我们国防部 最近这几年做的兵器推演就知道了 那么这些兵器推演显示 我们不改变现在的作战能力跟计划的话 我们会输掉 为什么 他这个作战能力跟计划 什么意思 美国的航空母舰到目前为止 你看起来很神奇 但是美国航空母舰执行的是警察的工作 到处出了什么 事他就去那边去巡逻 他不是真的跟另外一个大的海军打仗 他不是打仗用的 他是执行警察的治安的作用的 所以他的完全是反恐 不是为了跟大陆这样的对手打仗 所以完全没有准备 所以兵器推演结果 我们航空母舰会输的 那么他这里面讲 讲几多次兵器推演 纽约时报9月4号 那位记者来台湾 这个防卫回去写了一篇文章 说把这个数字讲出来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 我看了都吓一跳 我说18次 输了18次 假如说一个军队是这样的一个军队 你想想看 他会这个 这个美国的参谋 这个联系会议 他会跟总统报告说 我们去打 他输了18次了 百战百败嘛 你还要去打 他会跟总统建议吗 那总统一想 我还要连任呢 我会去打吗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就知道川普的美国整个心思了 不管他嘴巴怎么讲 不管自由时报怎么写 美国的官员是这样子想的 南德公司也是一样 这个是2017年的 前面一份报告是2015年 这是2017年 我们会再下一次失败 澳洲雪地大学也是一样 这也是最新的 这个已经不能够 已经削弱 它可能在有些美国的反应之前 就造成新的事实 换句话说台湾就不一样了 台湾就变了 这就是明年我担心 前面那五个如果出现的话 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状况 万一五个如果都很强 都存在 然后都很重 然后大陆决定 长痛不如短痛 我不得不这样做 最后就变成刚才那个结果 所以我们要如何自救 蔡总统为什么这么勇敢 我看现在很多人都还不顾大局 大局都这样子了 大家还在想自己的事情 所以我也三生无奈 借这个机会今天来 简单的分享一下 非常感谢大家 希望给我指教 谢谢